去吧 知道入圍的感覺就驚喜了 因為首先是自己弄出來的 然後有同事打給我說 是你入圍 那一刻我就在想 我看看我的行程 我的工作也挺密切的 如果我真的要玩這個比賽 我沒有時間準備 而且最大件事就是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都沒有練唱歌 那一刻其實我怕多於開心 很老實 第一樣要做的就是拍照 那些就很容易準備 但一到選歌 我已經頭痛到 我馬上把我的電話的所有歌 重聽一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比賽歌是熟歌詞的 我不知道幾年沒玩過歌唱比賽 有幾年我沒有站在台上唱過一首完整的歌曲 所以如果我要選一首歌 我去比賽的時候 基本上是重新準備過 所以那一刻我最頭痛的是 不夠時間 不過呢 出線只是第一步 沒錯 因為二十位裡面只有十位 可以代表我們香港出戰的快樂男性 所以他們絕對不可以鬆懈要蜜羅緊骨地練習 沒錯 連二零零九年的快樂女性 毋可為都有幫私底打氣 一於看看給他們什麼意見 那現在要去見這二十位選手呢 其實我自己的心情也挺開心挺期待的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看到他們的表演唱歌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 因為這一次是第一次自己做評委 以評委的身份來到香港 而且就覺得挺興奮的 挺好玩的 嗨 我是五號參賽者 我叫華小東 其實有時候唱歌的時候 我手會抖 都很厲害 有可以解決方法嗎 那就讓他抖啊 讓他抖 不是 因為你太緊張了嘛 你在那個快女的比賽裡面 面對的壓力一定很大 現在我就是面對這個樣子 我不懂什麼心態去面對心情要怎麼樣 免除緊張的情緒 那我覺得第一個呢 就是可以去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第一個可能就是想到 這一場的比賽 這一場的比賽無論是剛剛開始也好 還是走到中間也好 就想這一場的比賽可能 唱完之後自己就會走了 就會被淘汰了 所以就是沒有什麼牽掛 就表演好這一場就好 對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唱歌之前深吸一口氣 然後內心裡面想著兩個字 就是從容 從容 去把它慢慢地唱出來 就是不要緊張 心態一定要緩和去把你的 你想要講述的 唱的歌用講述的方式 把它用聲音唱出來 這樣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第三個呢 就是可能在唱歌之前會做一些功課 那也就是你唱的這個歌 首先是要適合你 然後一定要把詞備熟 對 就是在 特別是海選的時候 你要輕唱的時候 如果你忘詞 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不好的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做 功課要做足 對 然後在唱之前 要進行一些暖嗓的一些練習 對 就是這樣就會比較好 有什麼方法可以把揚我們三組嗎 我建議就是在 就是你要比賽之前 盡量不要吃太甜的東西 我想問就是你唱歌的時候 唱一些不開心的歌 會想一些就是自己的故事 還是想一個新的故事 然後帶進去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有故事的話 你可以想一個故事啊 就是我自己如果唱悲傷的歌的話 我如果在唱的時候 想那些悲傷的事情 我會控制不住 對 有可能聲音就會抖 反而就是不太好 那如果你在演出之前前一晚 你可以看一些電影啊 或者什麼 就是給你情緒上會有一些提升 然後你唱的時候 你可以想一想一言 你自己最喜歡的一些 非常地情緒 那個畫面 對 然後你就可以再唱你的情緒 我覺得唱歌情緒很好 其實我剛才聽到有的男生 他是除了唱抒情歌之外 有一些就是唱跳型的歌手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 就是唱慢歌比較多 但是我也比較喜歡 也比較希望能夠看到一些 在舞台上有一些 多姿多彩的展示的一些選手 所以如果能夠在明天的比賽上面 看到一些能夠邊唱邊跳 或者是有自己的創作 或者是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才藝 比如說彈琴啊 或者是Guitar啊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加分的 我覺得見到他們 其實見到這個二十位男生 我覺得感覺其實看到他們的心態 其實跟我當時比賽的時候 是一樣的 要比賽之前 就是特別想要問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自己怎麼解決 自己緊張的問題 怎麼解決服裝的問題 怎麼解決在台上眼神 或者手放哪的問題 就是當時就會有 很多很多的問題問出來 那我覺得其實 其實現在作為一個過來人來講 可以算是過來人吧 然後可以回答到他們這些問題 自己其實滿欣慰的 就是覺得可以在這樣的 一個比賽的舞台上 可以幫助到他們 去更好地表現自己的身影 其實我覺得挺開心的 師姐, 慾可為的提示 希望可以幫助我們 在比賽上的表現吧 為了可以入圍十強 我和一群兄弟都絕對不敢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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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エ e 兄弟都絕對不敢鬆懈 I'm gonna let you break down You cannot talk to the baby If you wanna impress me You can't be too flat My mom I know how to undress me 就這樣你 你愛你 你隨時都要一起 我喜歡愛你 Wile away 但還有你的懷疑 和我們一副牛 狗狗那就不用分離 美好愛情 我就愛這樣貼近 因為你 愛被活的夜生活 就是了你終 沒有時間趴無龍 啊 啊 啊 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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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不能放得開 捨不得 我這可愛 你是一生 你是不能了解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愛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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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baby 我一直在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永遠都不放棄 我愛你 最愛你的 全力 自己沒有 愛你 我愛你 愛你 你愛你 這會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他們是你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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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很悲苦 對一段時間 話都要你 我要問你 證明 今天起閣有一項 願望我 歸不搜 無需要定兩眼 讓我識句眼 我會將你走 別回首 我遇到不要 再有更美就不要 請感受我 忍耐 你聽不完 贏得你 心靠 我卻得到你 安慰了她 她 其實Band Rehearsal 那天就是第一次聽到其他參賽者演出的時候 那次其實也挺驚訝的 因為其實我見到四至五個參賽者 其實我見到劍文那一刻是最深刻的 因為她彈結他 跟Band在一起合作 然後我覺得她很有個人風格 那一刻我已經覺得 咦 我會輸給她 那一刻是覺得 我開心的 我開心是因為 喔 同場有些很厲害的人 還有就是另外一些參賽者 我們會在那裡聊 即是怎樣會唱得好些 怎樣可以入咪點 那一刻我是享受的 但是我也很擔心 因為我自己唱的時候 我覺得 我很明顯不是我最好的狀態 唱到 但是未能夠很完美地演繹到 那這個反而是我自己很擔心的 因為我不停地問Band 問Band leader 我有沒有off key 或者怎樣 因為我很擔心自己聽不出來 因為太久沒有進過這些錄音室 或者Rehearsal的地方 所以 也有些挑戰的那一刻的感覺 究竟 未來哪一十位會代表香港 挑戰全中國呢? 就要留意下個星期一的 2013快樂能星香港直通區的 港納鬥星啦 下一集就會進行香港直通區的決賽 阿多表現如何呢? 謝謝阿多表現